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叶联盟强强联手工艺行销108达人发展计划 我们很开心今天要访问的这位达人 他本身呢有两部纪录片哦 然后我们非常欢迎容姆哥 感觉好 是,容姆哥本身呢有两部纪录片 一部叫做阿福的三部曲 然后第二部是在美国得过最佳纪录片 最佳导演的勇往直前 然后纪录片的导演是身心灵跟这个环游全世界的 我们的这个导师,心灵导师 这个许浩平博士 对,然后我想我在好几年前在认识容姆哥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那时候容姆哥说话都还要这样吸一口 然后又再放他的呼吸器在硬旁边 然后再吸一口 然后再继续说话 可是这几年我看他是更健康快乐 现在不需要这样哦 然后我还看他其实在舞台上面 还有一首成名曲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叫做《小丑》 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一直扮演着希望把信心跟希望跟快乐给很多身边的人 然后容姆哥我还有印象印象最深的一个是 容姆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 他陪伴他的妈妈买菜 还有去读经班 还有看医生 他做了很多我们自己一般人 我觉得我都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情 来陪伴我的母亲 所以我每次在FB或者这几年在多爱生命教育学院 跟容姆哥的合作之下 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人 所有他们能做的 可是我们做的却比他们都少 好现在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容姆哥来介绍一下 他的第一部纪录片 阿福的三部曲 容姆哥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纪录片 三部曲到底是什么 我是在18年18年前拍的 18年前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是 我那时候被拍的时候 白天不用回去 所以外表人家看不出来 是 因为我刚好今天去播到学校去播纪录片 对我看到18年一直是那么帅气 那么帅气 现在也很帅气 我们现在就看不出来容姆哥几岁 对他都已经这样的 这样的 在这样 对对对 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当别人老师讲得很好 第一个做人要孝顺 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长 身长朋友比一般人做到家庭的照顾 那当时如果妈妈放弃我 可能不可能我有现在的我 因为我听我妈妈讲说 我当时只有头可以动 手脚都不能动 所以妈妈没有放弃 所以带我去看医生以外 早上晚上 她要亲自帮我按摩 所以这个都归功于妈妈当时不放弃 对生命的不离不弃 自己用了比一般母亲更多的爱 来疼爱 就把一个生命照顾起来 对 所以你说 照顾父母 因为我觉得妈妈对我付出特别多 所以我相对的要比我的兄弟更孝顺 所以我兄弟也蛮孝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用不同方式 因为我从小都到处在跑医院 所以你看妈妈身边我一直跑第一 哥哥也放 我忘记叫给我说 你去照顾妈妈没问题 你跟医生沟通啊 怎样怎样 好棒 刚刚说提到那个 我不但陪妈妈去玩 我最近又陪妈妈去打地板滚球 对我知道你有参加比赛 所以地板滚球你除了自己学习 也带妈妈一起去参与是吗 对因为地板滚球其实它不分年纪的 它也不分账别 所以我妈妈去年的话 去那个胜心医院的云中心去 去那边打球 后来她觉得妈妈其实打得也不错 主要去雨球会有 去跟一些年纪的朋友 跟她聊天 跟我妈妈也满台式全群 对 那个那段还有搭一件事 在云梦寺舞台 有录录一段影片 所以我后来到学要去做生理分享 我都播那段影片 鼓励说那个年轻的学子 真的很好书 不要懂得掌声 我觉得那很重要 我想荣福非常的感恩 父母也是一路从出生的时候 你说这本来只有投入可以动 其他全身都没有动 可是妈妈的爱 却让她可以活到现在这样的 跟比一般我们的孩子 也是更健康快乐 然后也可以到山上去玩 然后可以到处游玩 然后对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敬佩的 对因为我觉得 刚刚跟亲戚老师 刚刚类似 因为父母都把我们 改做一般人的教育 所以对我们兄弟的教育 绝对是公平的 因为爸爸妈妈对我这样子 你们将来兄弟姐妹 才能够和谋相处 相亲相爱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母亲 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 只要你不放弃 我想任何一个孩子 都可以因为母亲的爱 然后得以茁壮 然后得以更健康快乐 对吗 对 我们也希望用你的爱的故事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妈妈跟孩子 对 因为每次学校的时候 老师认为说 龙武老师你出现 就是这样的真正 真的 其实你不一定要讲很多话 其实我们就用作为接证 接证这个生命认证 这个爱就最重要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 也比较少 他没有兄弟之间的爱 还有父母比较忙 同时只有陪于物质 我觉得那个观念要对倒 平常过来 真的 所以我平常在怎么忙 只要午餐时间晚餐 我们就尽量陪妈妈一起吃分 一起吃分 对 而且我看你也陪她看医生 然后陪她运动 对 尽量薄时间 打肥帆球 打肥帆球 我妈妈好业还打肥帆球 打肥帆球 我知道妈妈今年已经90 我妈今年97岁 97岁 已经快百岁的高龄 我们祝福妈妈真的可以 我说现在啊 其实都可以活到120岁 长命百岁 讲霸礼 讲霸礼 健康讲霸礼 而且我知道当初啊 其实荣福哥有跟我们 讲过一个小故事 好像当初还曾经有声音师说 荣福哥好像活不过 大概30岁 可是透由妈妈的爱 家人的爱跟他自己对自己 对生命的热爱 勇者无惧 勇往直前 其实像一个背着潜水瓶的 这一个 路上潜水瓶 潜水瓶 对 那那个 对外要是那个曲腰瓶 他帮我取的 因为他一般的潜水瓶 都是在海底 在背着氧气 因为我在路上也需要 因为以前是用氧的 现在虽然要用这里 也一直是氧的 所以我还有一个特色 一般做气签的朋友 基本上没把他讲话 有声音都 因为没把他装进圣诞 一定要讲话不容易 甚至唱的是更难的 所以我都从干这 就突破了 对 因为我觉得别人也许 我学一首歌大概一两天 我学半年 我还是把他学了 刚老师有提到那个小丑 因为我觉得那个 歌曲就带在我心中 我对人甚至有很多的障碍 别人认为我是苦 可怜的或痛苦的 可是我需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对 基本上我们心向在 有这个心的话 其实自己也会快乐 没错 因为我们看到是别人 别人跟着你笑的话 你讲的是内心的 没错 就是我们说的种子法则 对 如果你可以把笑容散播给别人 给出去 那你得到的也会是笑容 对 那你把健康的祝福的种子给出去 你自己得到的也会是健康 那我相信其实妈妈在这一边 一定帮你种了非常多的 这个爱的种子 健康的种子 因为我也非常相信 我有每一位母亲的大爱的祝福 都是给孩子最好最好的 一人家跟蒜米词 对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访问到这个 荣福老师 荣福老师其实他自己本身 其实在多元的学习上面 他自己也是空大 之前还是空大这个资讯组的助教 对吗 所以荣福老师他对于 这个拍摄影片 记录影片 还有对于一些这个资讯 3C科技的学习 哇都是也是已经是老师级的 这让我们看到其实 有志者是进程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也许别人其实可能一个月才能学会 一个一小时或一个月才能学会一首歌 变成专家 可是他学半年也可以学会一首歌 好那这就是他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他一样可以达成 在这里我可以鼓励班的社长朋友 是 因为有些人认为说 老师都很不公平 社会都很不公平 到处有障碍 现在目前的资讯 网络的世界 我们觉得绝对是公平 只要你有私利 你愿意用过学习 我觉得不比别人差 甚至应该超越别人 真的 是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在多爱生命教育学院 在院长青旗 院长跟这个荣福执行长 然后这两位我想领头羊 这领头羊其实他们都希望 我们可以领均更多更多的生肠朋友 甚至于我常常也说 我们现在的一般人 有时候我们虽然四肢健全 可是我们的心理障碍 大家看不到 那种心脏反而是最难低的 荣福老师你这样的 心理的障碍 我们很多障碍 对只是他没有身体障碍 对隐藏的障碍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难医的 所以现在的心脏 睡眠障碍睡不着的 吃不好的 所以你看身体健康是不是很重要 然后心理的健康是不是更重要 因为我们身脏部还有个 只要你因为学习 懂得这么保养 你看我最近这几年 透过运动 真的 看你越来越年轻 对 荣福老师你今年五十岁 但我跟他讲六十八岁 荣阿你不要骗 真的我也一直说荣福老师 真的看不出来已经快要迈向七十 但是他看起来其实就跟年轻人一样的 这个体力很孝顺 而且他根本是比之前我觉得 在洗澡因为人抗的十六十一 например 对 在交给我 对 diagnose 好 到底他是如何逆灵共灵的 另外他之前的影片 我们知道他之前真的讲话 那个氧气政治 只要一直吸一口 讲一句话吸一口 他现在哇塞 已经可以对答如流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 生命教育讲师 全台湾啪啪走 懂透透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在百业联盟 强强联手的 108达人发展计划里面 跟荣福老师来强强联手 那荣福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 你有没有在新年 这个未来的圆梦计划的展望 你最想要完成什么计划呢 因为其实 我觉得过去很多 生命的贵人帮助我 那我想在目前 我活人自在 我觉得能力也加强 我希望能够 把这个爱传承 来帮助更多的朋友 其实朋友不分族群 不管老年人 身上朋友 甚至叫朋友 因为我觉得叫 要往家长更 所以我觉得都很重要 我为了能梦想下去 帮助更多的朋友 不管是那个 读书啊 就业啊 或者是这样的部分 或者帮助更多身上朋友 在创就业 或者生意的成长 学习 对吗 对 再碰到 我觉得都要全部 太棒了 因为我也非常感动 其实 荣福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 她从小其实家人 母亲对她 无为不至的爱 还有兄弟姐妹 全家人 甚至亲戚朋友 全部的爱 在她的身上 让她一路再碰到 挫折的时候 在现在 她更希望她可以 手心向下 帮助更多身边 需要帮助的人 对吗 荣福老师 对 因为身上朋友 在就业方面 好像比较困难 是 因为我在这一方面 有设定蛮多的 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她们分享 我需要跟她们分享 是 希望她们将来跟我一样 在一个 灿亮的 花光花亮 绝对可以的 所以 如果你也想邀请 我们中华关爱生障者协会 的一些老师 或者多爱生命 效益学院的老师 那如果你想要邀请她们到 学校演讲 社团演讲 都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邀请老师 对吗 是 我们就是希望把这样子 勇者无惧的 对生命充满着热忱的 这个生命力 可以传播到全世界 然后我想 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 起心动念 容副老师希望帮助更多更多的伙伴 所以我们就一起 发展了 百业联盟 强强联手 工艺行销 108达人 发展计划 耶 成功 美梦成真 耶 美梦成真太棒了